同學 我們現在看機率 這個比較難的題目 有兩個難題 我們現在看第一題 那麼第一題講說 某人上班有加一輛路線可以選擇 那麼早上定時有家裡出發 走假路線有十分之一機會遲到 以路線有五分之一機會遲到 我要知道呢 假路線十分之一遲到 那代表多少機率不遲到 十分之九 只要自己解釋 那以路線五分之一遲到 代表五分之四的機率是不會遲到的 只要自己這樣解釋喔 因為你要嘛遲到要嘛不遲到嘛 沒有第三走嘛 對不對 好 然後接下來呢 無論走哪條路線 只要不遲到 下次他就定定走同路線 這合理 對不對 否則他就換路線 那假定他第一天走假路線 第三天也走假路線幾乎多少 那這題目齁 這題目其實啊 這題目是以前學測一個考題 那剛好 今年吧 今年的這個統測不是有考中類似的題目嗎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齁 這第一題 他第一天走假路線 這第一天 那第二天 那第二天 第三天 也是假路線 他已經肯定了嘛 第三天也是假路線 好 那第二天可能是假路線 也可以移路線嘛 不一定嘛 對不對 這個接這個再接這個 要嘛這個接這個 是不是再接這個 對不對 這個接這個 再接這個嘛 有可能 要不然呢 下面這個接這個 有可能 對不對 上面有可能 下面有可能嗎 來 上面怎麼做 走假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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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這樣講齁 走假路線 再走假路線 那代表什麼情況 那代表沒有遲到 走假路線沒有遲到 然後呢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十分之九嘛 還是假路線吧 那要不然呢 一下有可能 底下是怎樣子 他說假路線 然後呢 遲到了 那遲到不是十分之一嗎 然後移路線以後又換成假路線 一定又遲到了 不過他不用換嘛 那以路線遲到是誰 五分之一嘛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子吧 你走假路線 再走假路線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提定怎樣 他提定就是說 不遲到 不遲到 才有可能嗎 才會走同路線嘛 那換路線的話 就遲到有可能嗎 假路線遲到 是十分之一 以路線遲到 是五分之一嘛 那這個跟這個同的成立 才會 這樣連續換路線嘛 應該這樣寫吧 好 我把它計算一下 來 那麼這是百分之 八十一 五十分之二 五十分之一 就是百分之二 那合併 百分之八十三 對不對 合併是這樣子嘛 就百分之八十三 好 那這個題目就到這裡 好 好 好